哈喽,哈喽 充满希望的旅程,胜过终点的到达 欢迎大家收看第一期的超过瘾 我们一起聊电影 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Syphel Hawking 在这个月14日不幸在英国过世了 终年76岁 他可算是当今世界上物理学以及宇宙学的权威 对世界探索宇宙提出了很多的理论 做出巨大的贡献 或今患有罕见的肌肉萎缩症 导致他全身瘫痪 甚至无法发声说话 必须依赖电子器材为他发声 除了对物理以及宇宙知识方面的贡献 他对影视中的科幻世界以及情节 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今天第一期的超过瘾 特别要来缅怀霍金这位伟人 跟大家聊聊借鉴了霍金理论 为科学基础的三部电影 第一部穿越虫洞的星际启示录 Interstellar 这部电影是由Christopher Nolan担任指导 当时还特别请来霍金出任科学顾问 电影中的黑洞理论都是准确计算的 这部电影的中心主题都离不开霍金的理论 在他的理论里 一个稳定的虫洞能将我们的太阳系 连接到另一个具有潜在可居住性的太阳系星球 但霍金自己也曾指出 由于稳定的虫洞不会自然的发生 所以这个理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被证实 第二部由宇宙大爆炸开始的一切 迎合护卫队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霍金认为大爆炸或许是最深远的 因为它是从创造中再创造出来的 The creation of creation 虽然这个理论不是霍金原创 但这个理论一直展示宇宙如何运作 为宇宙大爆炸之前不存在的时间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 电影银河护卫队在第一部中提到 关于藏在灵球中的无限宝石 根据电影导演兼编剧James Gunn所说 这些无限宝石最初是由宇宙大爆炸而产生 这与霍金认为的非常相似 编剧只是把霍金认为受过宇宙大爆炸所影响 从创造中再创造的新事物变成了六颗无限宝石 这就是继续的运动 第三部 关于黑洞的经典科幻系列 星空奇遇集 Star Trek 霍金城表示 Star Trek中的科学情节是正确的 即使陷入黑洞中 也并非终点 虽然物理学家普遍认为 所有的物质都会被黑洞巨大的引力所摧毁 但霍金认为 物质是有可能可以避免被摧毁的 甚至流入另一个层面 他声称任何落入黑洞的东西 都可能通过霍金辐射 重新回到宇宙 或平行的宇宙当中 最后不可否认的 大多数科幻片都以黑洞式存在的 这个理论为基础 让主角们在浩瀚的宇宙中 探险旅行 说了以上三部影片 大家应该对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科学名词 感到一头雾水 这也恰恰是为什么 霍金被视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很多的理论都是在瘫痪之后 坐上轮椅才研究出来的 超过瘾 请以这部影片给予 Steven Hawking 霍金先生最深的致敬 大家觉得 还有哪些科幻电影 也跟霍金所提出的理论息息相关呢? 欢迎在以下留言 让我知道 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也请帮忙按个赞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超过瘾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